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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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呢 把一个又一个关键名词 那就是 这个聚种的问题 上个礼拜呢 我已经和各位说过 两岸对这个巨种的观念开始有 其实是相当晚的 我们这个文章里边也写到 巨种的观念就是 我一位老朋友 这位老朋友已经去世了 蒋兴玉先生 九十几岁去世 他为人对学士的执着 非常执着 各位执着有什么好处 气也不舍 执着容易不容易变通 不容易变通 容易不容易过通 不容易过通 反正这个一律就必然有一笔 我是有信心 但是信心容易怎么 骄傲 对不对 所以就要避免自己骄傲 我对于自己所认定的 野余也非常的坚持执着 但是发现别人 有一丁点的好处 我马上没吸收 而且也能欣赏别人 这个是各位可以参考 没有什么是非可言 所以像巨种的观念 我发现了 台湾当然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 大陆有这个观念 但是走偏了 走到什么 用腔调 做基准 各位知道一个分裂的难 是难在哪里 难在基准的选择 基准选择正确 就可以士东巴塔 大家都可以来采用 基准选择不正确 里边产生的疑意 或者它的不作严 甚至于自我矛盾冲突 就出现了 出现 而问题是天下的基准 往往是不是唯一的 不一定 有些人从某一个面向 它也可以一个基准 那么在这个面向的基准里 分裂出来的 和那个乙的面向 甲的面向 乙的面向 丙的面向 会不会一样 就不会一样 所以是事理所 所当然 那既然甲乙兵 都可以做基准 那是不是应当 从这三妈们同时考量 然后建立起一种 更 作严性 而彼此之间 又可以互补有无的 我认为这样子 其实戏曲剧种 就是如此 而且戏曲剧种 如果说 要用不同的基准 那实在太多 你比如说 从这个原生地 可以不可以算剧种 算一个基准 从原生的时代 可以不可以算一个 像这个 原生的地点 原生的时代 我就没有拿来运用 为什么 原生的地点 请问一个地点 是不是只有一个剧种 往往不一定 一个时代 是不是只有一个剧种 也不一定 那这样的话就纷扰了 所以应当采取那个什么呢 里边比较绝对性 因此我就考量的结果 从以下三个方向 来加以这个考察 那么把这样一来 一方面可以包容其他不同的意见 第一 我认为戏曲的结构 世上是有内在结构 有外在结构 请问如果说 从内在结构 外在结构来看 那么哪一个会比较定型 哪一个这个什么呢 变异性大 因人会阿异 哪一种 外在结构 是定型的 因为外在结构 世上就是戏曲的 体制规律 内在结构 世上是既作家怎么样 情节不足的方法 音乐的配搭 角色的应用 舞台这个什么呢 气氛的呈现 这些艺术手法 其实就是可以归结在 呈现整体呈现出来的 一种海藏的类型 那么这个变数很大 因人而异 所以就不适合 可是体制规律 以你们 这个什么想一想 圆杂剧的体制规律 是不是很固定啊 一本几则啊 四则 应该说四个段落 一本四个段落 几个人主唱啊 一人主唱 那么一则几个公调啊 一个公调 押运呢 一则只能押几个运步啊 一个运步 一则里边的曲子套曲 可以几套啊 只能一套 类似这一世 它是不是很明显啊 那么它和南曲细文 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它和明清传奇 也不一样 和这个什么 明清杂剧 也不一样 和京剧 也不一样 所以像这一些呢 就是 从体制规律来分的 剧种 就可以作为一个什么样 分野的一个基准元素 好 那么要把戏曲 呈现出来 就是语言啊 那么语言又因为地义性不同 我们讲过了 方音与方言为载体 所产生的一个区域里边的一群人的 语言旋律 对不对啊 会是腔调 所以不同区域 不同人 的腔调会不会一样啊 就不会一样 所以腔调 可以不可以做分野 这个歌唱艺术里边 歌唱里边的语言的 一个基准 也可以啊 所以第二就是腔调 那么艺术性 从再从艺术性来观察 人演的戏 和木娥演的戏会不会一样啊 不一样 它的呈现的艺术 一个是人 四肢五体 整个的表现出来的 那木娥呢 是木娥被人操弄的艺术 所以 人系和我系 自然不同 那人系里边又有怎么样 艺术雏形的 小系 发展完成的 大系 任何一个剧种 是不是都脱离不了 小系 大系 这两个 一个延伸 一个发展完成的两个类型啊 所以我们从艺术层面来分 就可以有 我系 小系 大系 这样的一个基准之下 是颠覆不破的 一个分裂方法 所以拿枪调来说 我们所知道的 就有 海盐枪 艺摇枪 艺阳枪 鱼摇枪 昆山枪 乃至温桌枪 杭桌枪 乃至于近代的帮子枪 还有西匹枪 二皇枪 黄霉调 等等这些 枪调 那么这个就是枪调 所以巨种 如果以体制规律为分裂的话 它就是体制巨种 如果以枪调为分裂的基准的话 它就是枪调巨种 如果以 艺术来分裂的话 那么它就有 小系 大系 我系之别 这是清清楚楚 那么这三种分裂法 是不是可以互动呢 我们拿体制巨种 和枪调巨种来 观察一下 譬如说 我们拿 琵琶剂来说 琵琶剂就它的体制规律来看 它应当属于什么巨种 难取细文 它属于难取细文 这个巨种 可是琵琶剂 在刚刚出来的时候 可能就被海盐枪来歌唱 那么就海盐枪来歌唱 琵琶剂的时候 就枪调巨种而言 它就是海盐细文 对不对啊 海盐枪的细文 可是后来也被 一阳枪歌唱 那它就是 一阳枪的细文 它也可以被 昆山枪唱 所以昆山枪的细文 所以一个体制剧种 就可以同时被不同的腔调来歌唱 这是它互动的关系 可是不同的腔调歌唱 是不是戏曲的这个体制规律啊 都一成不变了 一成不变了 也不是一成不变了 你比如说琵琶剂 被海盐枪唱 被昆山枪唱 尤其后来被水魔调唱 什么叫水魔调啊 事实上就是改良的昆山枪 被它唱的话 它的艺术性 歌唱艺术是提升的还是下降的 提升的 被一阳枪唱 一阳枪是很通俗性 所以琵琶剂呢 要被一阳枪唱 它就要通俗化 通俗化包括它的曲调 它的语言 都会跟着做调整 如果被水魔调歌唱 那曲牌的巴黎 它要不要讲究得很严格啊 就要讲究得很严格 所以这种互动的关系 也是学者一直搞不清 所以好些学者说 这个曲牌这个什么 腔调都可以唱 这个是表象 但是它忽略了 它其实为了应付不同腔调 因为腔调本身 有没有精出这本啊 有啊 艺术性高的 艺术性高的腔调 它要求的规律 自然就怎么样 所以这个剧本里边的原创 有时候也要经过这个演出则稍微把它动手脚呢 让它更精致啊 所以你们拿一阳枪的枇杷剂 里边有滚掉的 和这个拿水磨掉的枇杷剂 对对看 就不一样了 这一点呢就是学者的一个迷思 常常一句话说 这弓调取牌这个什么呢 任何腔调都可以唱 错了 所以呢他们意思就是说 像杜立良的 不是杜立良 牡丹亭 牡丹亭到底有没有被水磨掉唱过 或者牡丹亭在创作的时候 是用水磨掉的取历来 来这个什么呢 来著作的 来编撰的 还是用仪皇枪的取历来编撰的 这个依直呢 这个吵闹不休 吵闹不休 其实啊 稍加考察 就清楚 我那个朋友老朋友许硕方先 一直主张牡丹亭 是用仪皇枪唱的 那好些人说 包括我的学生 我的一些朋友 都说 吵丹亭还是用昆山水磨掉唱的 两者好像都 都对 但也都不对 为什么呢 他原创的时候 拿 汤贤族的生活背景 他是哪里人 江西 临川 就现在的辅州 现在辅州市都是拿 汤贤族在 也没有说招牙撞变 那他们来做观光 宣传文化 已经明明了 汤贤族的朋友 都自己说 汤贤端和唱 仪皇 汤贤族的这个文词 最适合唱 仪皇枪 可见他原来就是用 当地的这个流行的宜皇枪唱 汤贤族自己也说 我生平呢 从来没有到过吴门 吴门就是什么 苏桌 他苏桌没去过 他那个时代 虽然呢 创发水磨调的 魏良福 是在 这个在 嘉靖末年 嘉靖一共几年啊 一共44年 万一共几年啊 48年 在嘉靖末年 水磨调虽然创发出来了 可是一个水磨调 它要普及到 整个四周府都要花一些时间呢 再传到江西 又要一阵时间呢 真正的这个水磨调啊 开始这个盛行呢 是万历应当晚夜以后啊 真正才盛行的 唐贤族呢 在万历二十六年 回到故乡以后 写作这个 他那时候对于水磨调还是生疏的 因此呢 他的那个曲牌的规律 就不是后来 非常锦言的什么 水磨调曲牌 我说的八粒具备的曲牌 所以他写出来 就没那么锦言 尤其还带有益阳枪那个民间乐曲啊 这个 这个 的这个习性在里面 好 那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因为他的温齿太好 所以水磨调就来歌唱他 这一歌唱 就拿水磨调的曲律要来怎么样 要求这个 汤贤族的 剧本的规律 那唱起来为什么啊 就截屈敖牙 因为他在体制规律上 没有达到什么的水准啊 没有达到水磨调的水准 可是他如果拿 宜方枪或者宜阳枪这些 比较离属的不讲究的 他就没问题 所以大家说 汤贤族不合乎规律 许多人都那么说 他们是拿什么的标准来检阅他的啊 是拿 后来流行为文人 奉为规念的什么 昆山水磨调咒标准 各位 我打个有趣的比喻 我们台大是相当这个 台大是相当自由的 所以 我早年教书意气奉发的时候 常常觉得春光明媚校园哪里什么 椎月湖很漂亮 就把学生带到那边去上课 不在 不在这个什么呢 课堂上课 没有人管 甚至还觉得曾某很潇洒 学生呢 很喜欢 可是现在如果一天到晚这么做 有人告到学校说 这个曾仙上课都怎么样了 那又不一样 像东吴大水 我在当然年轻在那边兼课 也把学生带到故宫博院的草坪上 或者山上去上课 或者带他们去看故宫 在台大我也常带学生 这个花软春软花开 欣赏台大的校园的杜鹑花 牛书花什么等等 在那时候 东吴的学生 都很高兴 研究所 都来这个台大听课 我不去这个 这个东吴上课 可是到后来出来一个什么玩意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居然说曾永毅拿我们的 讲座教授的这个终点费 一个钟头是人家的四倍 又不来这个东吴上课 都在台大上课 不行 要到东吴来上课 你看 我原来是学生很高兴 也喜欢来这里上课 对不对啊 要把我抬高什么的 我说哦 我这个学生来我这里上课可以交流很好啊 台大校园总比这个东吴也不差啊 可是就这样子 我说那很简单嘛 咋就不去啊嘛 所以从此呢 东吴就师到一个好的老师 我不是吹你我绝对是好老师 他们就拿那些 你看 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这个 同样是汤贤主的怎么样 剧本 但是拿了那体制规律 宜皇枪或者宜阳枪 它没问题 可是拿昆山水魔调 要来规范它 来歌唱 它就傲责天下人赏识 这个字应当要阳评声 你怎么用阴评声 这个字要用赏 这两个字要用赏去 你怎么用去去 别的可以 因为别的 制约性小 因为他们的艺术性 比较通俗 所谓制约性小都可以 可是到后来 制约性高 它就不可以 同样一个真容易叫教室 我喜欢一种宽广 一种这个 自由飞洒的 结果呢 你一个教务长 拿着飞在东吴的那个 教室里边 上课不可 那我当然不去啊 他以为我未来那几倍的价钱 我去啊 不是这样 教书是一种愉快 我现在教各位 台大也不给我一毛钱 这个一个读书人 是喜欢做他 想要做的事 所以同理 这个一个基准的问题 是很重要的 那么体制聚种和腔调聚种 也会互动 互动以前的学者认为 他互动呢 好像都可以不变 其实不然 是会因为互动 而有所这个变化的 这也是各位要新的观念 不是随便一套就可以套来的 好 这个呢 以上这些观念 我想在我们的讲义里边 而且这个腔调和声腔 我们唱腔上个礼拜也都说了 那么聚种的观念 佩馨是在哪里 聚种好像只有一两月嘛 好 把它练一遍就好 练一遍 声音好像没有出来 的问题 诸者长年以来的观点 和大陆学者所取得的共识 不尽相同 诸者有 论说戏曲剧种一文 其代表以下 一 大陆学者之剧种观 招更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曲曲曲艺卷 戏曲声腔剧种条云 区分中国戏曲艺术中 不同品种的称谓 中国福原辽阔 民族众多存在着 语言及音乐的民族性 和地域性区别 因而从戏曲形成之时 就有民族戏曲和地方戏曲之分 其中以演唱的腔调加以区分 以民族或地域的异曲特色相区别 称戏或剧的 如太剧 戴剧 戴剧 金剧 柳子戏等 未知戏曲剧种 每个戏曲品种 无论称枪或调 戏或剧 往往冠以民族的 地域的 乐器的 或足以表示其特征的词汇 作为区别于其他生枪剧种的名称 剧种指在不同地域形成的单声枪或多声枪的地方戏曲和民族戏曲 声枪与剧种的关系则表现为 声枪是指戏曲这种所使用的枪调 剧种所采用的特种枪调均可以归属于一定的声枪系统 除单声枪的剧种尚可采用声枪名称代表剧种外 单数由几种声枪组成的剧种 大多不再以声枪命名而改称戏或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戏曲这种的概念被确定下来 同时戏曲声枪也成为从枪调和演唱特点区别戏曲类型的一种概念 并以此划分各种不同的戏曲声枪系统 大白科由大陆名将执笔 颇有经典的全文性戏曲曲曲艺卷 1983年出版戏剧卷 1989年刊行影响甚大 譬如孟凡树 关于声枪剧种史的研究方法 问题于从戏曲声枪剧种研究 刘厚生剧种论略 薛若霖 剧种生机论 光年元 新兴剧种发展思考 无前好 新兴剧种的新兴优势的 专门探讨剧种的论文或专著 乃至于像刘湘如福建发现的古老剧种庶民系 雨雪 新兴剧种蒙古剧 刘志群 五国藏系系统剧种论 刘思琦 关于新兴剧种的历史反思 以前剧伟例的 讨论地方戏曲的论文 即近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所推出的 中国戏曲剧种史丛书 其所谓剧种的秘义和概念 皆原本大白科 由此可见 大陆学者对于所谓戏曲剧种 异曲的共识 我想大陆学者之所以 以倡教作为分别戏曲剧种的唯一基准 应当和剧种这一词的来源 有密切的关系 蒋新玉先生1992年 访台时曾交给我一篇论文稿本 题目是戏曲剧种学导论 副题是中国剧种的含量及其 含义 首先就谈到剧种一词的约定俗成 大义说 1950年他在华东文化部戏曲改进处研究室工作 编辑出版戏曲报 半年刊开辟一个叫做剧种介绍的专栏 用以刊登各地寄来介绍各种地方戏曲的稿件 后来他从中选择50篇文章 介绍了25个剧种和5个曲种 书名叫做华东地方戏曲介绍 1952年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那年他调职华东戏曲研究院 组织发布华东各地戏曲研究人员 投入地方戏曲调查工作 总共升到31篇文章 每篇介绍一个剧种 他将之编为5集 于1955年前后陆续出奇 人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名就直典了当地称为华东戏曲剧种介绍 1954年9月25日 华东区举行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历时42天 期间各报普遍发表参演戏曲剧种的介绍文章 大会今年刊用了七八万字的篇幅 辟了剧种介绍专栏 蒋先生中剧种的词是否始于戏曲报 也有可能但难以肯定 这一名词由于戏曲报一直使用 影响日益广泛 则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知道 更由于华东戏曲剧种介绍一书5集的风行内 以及华东戏曲剧种大会 也媒体的推波助澜 戏曲剧种一词变为人们耳熟能小乐 然而史创剧种一词的蒋先生 对他又是做何解释呢 他说1960年12月 他参与修订了慈海的工作 1981年慈海戏剧组负责戏曲部分的三个同仁 编写出版了中国戏曲曲艺词典 上海词书出版社出版 里面剧种一条 基本上用慈海试文改动不大 全文如下 戏剧名词是戏剧艺术的种类 根据不同艺术形式而分画剧戏曲歌剧舞剧等 或根据不同表现手段而分墨戏皮影戏等 戏曲又根据起源地点流行地区艺术特色和民主特点之不同 在更为许多读乐剧、黄梅戏、川剧、琴枪、藏剧、壮剧等 三种不同的含义中 目前用的最广泛的是第三种 一般称为戏曲剧种 根据1961年统计 我国共有剧种460多个 其中木偶皮影等剧种近100个 可见蒋先生对剧种的观念 是直接由戏剧入手的 这一点住者和他相同 由此他又从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分类 这一点住者和他国有出入 因为住者规定为从艺术形式分 而蒋先生以表现手段单作偶戏的分类法 并会能概括戏剧的全部 至于戏曲剧种的分类和命名所存在的种种纠葛和困难 蒋先生在这篇戏曲剧种学导论中 虽一再举例书名 但他说 但声枪定剧种名称 我认为基本上是可取的 那么他所谓的戏曲剧种 事实上也单只声枪剧种而已 而于从共有戏曲声枪剧种研究 其戏曲声枪章有云 一种声枪产生之时 总是以一种地方戏曲的面貌出现的 在戏曲发展的过程中 一种替光戏曲的流步传播 以及这一声枪的流步传播 或者说也是这一声枪所演唱的剧目的流传 并且戏曲剧种将有云 各种各样的地方戏都带有地方语言 音乐和席上的特点 这种特点成为识别剧种 区分剧种的标示 从这两段话可见出于是之意 认为声枪是由地方语言 音乐和席上产生的 而它也是识别和区分剧种的标示 我们乎不论所谓一种声枪产生之时 总是以一种地方戏曲的面貌出现的说法 是否合乎事实 但其以声枪为戏曲剧种的分辨基准 也不出戏曲取义词典所取得的共识 二 著者对戏曲剧种之看法 著者认为中国戏曲剧种 应从三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就艺术形式的性质来分野 由小戏系统大戏系统和偶戏系统之别 前二者为真人所扮演 后者操作偶人来表演 真人所扮演的小戏和大戏已见前论 其二就体质规律的不同 而有体质剧种 体质剧种中若单就唱词形式的类型而分 则有词曲戏和诗诞戏之别 前者为常改剧 后者为整齐的七言和实言剧 七言称诗 实言为在 又因为中国戏曲音乐以公调曲牌腔调板页为基础 曲牌必有所属之公调 即又以歌唱曲牌之腔调板页 所以如似者兼具则称曲牌戏 名单又腔调板页则称板枪戏 到底说来 词曲戏曲就音乐而言皆属曲牌系 诗诞戏皆属板枪系 其彼此间是相为连锁的 因之可可称为 词曲戏曲牌体与诗诞戏板枪体 从密弹剧种观察 那么 所以又有南系北剧传奇 南枣剧短剧之分 南因其体质规律又有不同 北曲杂剧的体质规律建立在四段题目证明 四到四套不同公调 各一面到底的北曲 艺人独唱全剧 冰白磕饭 角色等七项必要因素 砍蟹子插曲 散场等三项可有可无的次调因素上 南曲细文前南洋细文代入 形式第五由题目段落 开场与场次三方面论起结构 由公调取牌套数论起格律 如果再加上冰白科办角色畅法的因素 竖机可以构成 南曲细文完整的体质规律 张诗清辉明清传奇导论 续论就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论南戏之体质规律 从题目证明家门唱作合一 唱白出场情形 下场诗 场感自由 角色 幻略南北合套等 时尚述奇与北剧之一同 其他传奇 南杂剧 短剧 都由南戏北剧之交话而顺便衍生 想象文 至于诗弹系 百腔体的戏曲剧酒中 虽然没有词曲系 曲海体剧酒那样紧绵的体质规律 但同样有其上下品具 协认之规矩 及其诗弹唱词于 在说口白交替运作的形致 所以就体质剧酒而言 被称作乱谈的 自然有别于传奇 但因此以腔调为主体 或一般只视作腔调剧种 其三 以用来演唱之腔调为基准 而命名的剧种 为之腔调剧种或声腔剧种 所谓腔调声腔以见前论 戏曲体质剧种南戏与传奇的分野之 辩证有五说 一 戏文传奇 艺名同时 二 戏文传奇 以明初五大传奇为分野 三 戏文传奇 判男二孙在昆绪的兴起 四 传奇时代的开展 以昆枪系 和易阳枪系的兴盛为标志 五 男戏或戏文 陷于世代累积型的民间艺人的集体创作 而以明清作家个人创作作为传奇 笔调以为 男戏确定以为传奇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经过长期的演进 其演进到底是 首先 男戏在元代已有悲剧化的现象 永乐大典系为三种的祥孙图可以为证 其后民众的以前知南系 肇石乌尔纪 群青纪 琵琶纪 香囊纪 三元纪等 仅用北支曲 金钟纪 秀儒纪 一件和套 千金纪 猴匹纪 则始建北套 但至所谓传奇成立 以能曲为主而杂入北支曲 和枪或北套 被套图独立呈出 变成为体质规律 其次 男戏在元代 幻能子力错立生和小孙图 已有文式化之迹象 到了元末名初 由高明琵琶记 更可见明显的文式化现象 盖戏曲 一入文人手中 就会沾染文人作文的气息 其佳妙者 尚能如枇杷 卓聚功巧 史诗俊美 其拥冽者便如 龙泉武伦之烂 欲绝欲合之晦色 而南戏文式化 以后既已如此 传奇乃 继承特色而不烧衰 其三 南戏至名家境间 梁晨云 晚沙季用水魔调演唱 而开始 昏山水魔化 同时作家也预梦这种石调 到他们的剧作中来 如汪廷那诗吼记 张凤义 宏图记 包延御章记等 其后不止传奇 连南戏也用水魔调来演唱了 也就是说南戏在北体化 文式化 风土化 风化之后 南极南北曲之所长 提升文学地位 增进歌唱艺术 而称为京剧的文学和艺术 使得世代夫趋之若物 成为前南洋所云 剧本的记录和流传下来的 读多 未成大国而被称为传奇 至于体质居种之所谓 南杂句与短句 如传奇是以细文为母体 经北句的北曲化 又通过文式化和鲲腔化之后的产物 那么南杂句和短句 便是以北句为母体 本身文式化之后 又通过细文和传奇的南曲化 和传奇的鲲腔化之后的产物 传奇、南杂句、短句 其实都是名系北句的混血儿 有关南杂句和短句 著者在卓著 名杂句概论一书中有详细的探讨 结论是 南杂句这一名词是始于名人 胡文坏群英类选卷26 高堂记标目著语 以下阶系南之杂句 其介说有广辖二义 辖义的南杂句是指 每本四折全用南曲 忘记得所谓自我作主的具体 其体质格律 正与原人北句南北曲相反 广义的名杂句则指 南 又因其篇幅较短近北句 故称杂句 乃何称南杂句 短句这一名词 大概始于如前的明清戏曲史 它说 许有场上之趣 有暗头之趣 短句虽未必尽能发诸场上 然至诸暗头 亦足功文士引用 无论何种文体之心 其作也见 其必也至 杂句之起为四折 中而至于有数十初至传心 无极必断 反者亦必日益正简 短句之作 两有也 从它这段话 我们姑不论其 是否合乎南北戏剧 推移交话的史实 即就短句的秘密而言 也很清楚 到底说来 短句也有广辖二译 广义的短句 是与长篇的传奇相对而言的 一集前面所说的 广义的南杂句 因为它叫出传奇 只是长篇的不同而译 狭义的短句 则专指折数在三折以下的杂句 可用南许 北许或合枪合套 因为它比比起一般观念中 四折的杂句是更为短小的了 笔者以为 对于南杂句 当取其广义 对于短句则取其狭义 无论南杂句或短句 短句其形致 均照传奇为短小 同时偶用 偶尔运用或兼用北许 这两点无疑是 原来北杂句的遗迹 而其运用南许 或虽北许而采用奔唱 合唱以及 家人形式 则显然是南戏传奇的现象 因此明代 沐冬龙姓以至渔王 约八十年间后期的 南杂句与短句 其实是南北西区的汇血儿 它改进了原句 限定四折四套北去 和莫获但无畅的刻板形式 而代以南戏传奇 排场连套的诸多变化 以调节能热 并得与各角色均合 以韧臭的自由 对于长短 它既不受四者的限制 也不采取传奇式的永长 它仅依照剧情的需要 而在最多十一折之线内 任意长短 所以南戏传奇与短句 可以说是改良后 进步的戏曲形式 明初周献王对于戏曲艺术的改进 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 这样的戏曲形式 也和传奇一样 是有名一代的特有产物 也因此 我们若说到名杂句 实在应当以 南杂句与短句文代表才是 短句发任于名代中期 而后期 至后期而朝起同伯 降级满清等风风造极 只是逐渐古典化 终止脱离渠书 登上暗头 而变成词附的笔体了 以上界定了戏曲 戏剧戏曲 戏曲小戏大戏 戏曲体质句种 腔调句种 南戏北句传型 南加句短句 以及腔调声腔唱腔的音译 等我们下文讨讨论问题 才会有一定的共识 为什么要 花这么大的篇幅啊 这个 把这些名词先 一一界定 如果不界定 下边所谈的 就会怎么样 没有基准 所以这些开头的时候 我强调名词的介意 你看这里边谈的名词 事实上有十几个 十几个 那么这是 因为以往学者都不留意这些 所以读他们的书 就不容易掌握 那我们下个中头呢 再把那个钢铃 有了这些名词 那么钢铃 整个戏曲是钢铃的建构 就可以呢 一目了然了 然后我们接着呢 再给各位啊 从小戏啊 来回顾 来一个一个往下来讨论 你们也知道 像这个名词的介意 事实上我是 发了好多专篇的怎么样 论文的考试 所截取的这个 结论要点 结论要点 所以呢 看这个 讲益的论说戏剧眼镜史之建构 这一篇 这一篇的第28页 这个书啊 我已经送到大陆的 这个一个人文出版社 他们正在处理之中 所以前面有个字续 下边的续论 各位看续论呢 找到了没有这篇 续论就是 续取关键词之命意定位考树 对不对啊 就是先料这样子 然后下边的第一章 先情至唐代戏剧 与戏剧之奄言 及其剧梦考树 往下看 像这一章里边 在考树的先情至唐代 而且戏剧与戏剧之奄言 及其剧梦考树 第一 各位看前言 学者对戏剧渊言形成之论争 和渊言说之太别 及住者之看法 你看像这样的前言里边 事实上已经包括了什么呀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顾 对不对啊 回顾 所以第一节 学者对戏剧渊言形成之论争 哇这个是很热闹的哦 这个要把它弄清楚啊 也要花很长的时间 戏剧渊言说之太别 我说有22派 那你要根据哪一派啊 所以重要的就 住者对戏剧原生之看法 有了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才能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我没有看法 那当然你要论述 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看法论述啊 所以啊 因此呢 住者对戏剧原生之看法 然后才能第一 第一节 算这一章的第一节 先前是戏剧 和戏曲小戏剧目 拿出了其中的重要的 第一 挪以戏剧 炸剧方向市区挪 大吾之夜 戏曲小戏群九哥 第二呢 是两汉 魏晋南北朝之戏剧 和戏曲小戏剧目 像这些剧目 都是拿文献资料 加以考证 来看出这些剧目的内涵 演出的形式等等 所以 总共考 考了 这一些 这一些一直到第三 各位把它加加看 把它加加看 这个 大概有二三十个 然后第二章 这宫廷官服戏剧小戏 这宫廷官服的戏剧小戏 参军戏体系之源流考树 各位参军是个体系 那么和它相对的 这是宫廷官服的戏剧小戏 第三章 各位看这个第三十页 是民间戏剧小戏 他有两体系之源流考 所以等于 我说戏渠的这个源流 最早的这个源头 总共有拿几个体系 一个宫廷的 一个民间的 然后这样就刚举目章 可以来叙述 自古以来的这个现象 没落就贯穿下来 所以在这个宫廷体系里边 第29月第二章的目录 小兵杂具之名已见唐弹 因为这里边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是杂具 参军系之源起及其巨目考树 参军系还有能考出多少参军系 所以这里边就分作两节 第二就是到宫廷了 唐代的参军系 言辩到宋代 就宋金杂具院本及其巨目考树 后边各位注意 参军系之敌一 所以宋金杂具院本 事实上就是参军系的敌一 没落下来 像这个观念 也是以往戏去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这样清楚不清楚了 就清楚了 然后南戏北剧之院本成分考树 南戏北剧就是南渠戏文 宋元南渠戏文 金元北渠杂具里边的院本成分考树 你看后边 参军系之变化 参军系变化融到里边了 所以主体整个这个线索没落 事实上都是什么样为主着啊 参军系 对不对 参军系第一变化 第四 千代的曲艺相声 后边参军系之转型 所以可见中国的文化 艺术有没有非常 非常没落久远 但是你要有眼光 把它变来变去 百变不离怎么样 其中 这才是戏曲史 以前写的戏曲不是这样写法 什么时代有什么东西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时代会有这些东西 我们这样就很清楚 从最古的到金 好 第三章 好 第三章 民间戏曲小戏 他咬两体系之渊源考树 那是民间的 所以有前言 他咬两考树 他咬两所引发之问题 你看引发出来的 和他咬两有关系的 宋经之串题 杂班明代过锦系考树 后边他咬两之敌派 近现代地方戏曲之先驱 这些东西是他咬两的敌派 但是近代地方戏曲的先驱 那么这些呢 有宋经的串题 宋经的杂班明代的过锦系 这是不是把它贯穿下来了 清代最白球所说是地方小戏 最白球是一个重要的文献 那么他所说的地方小戏 所以这个地方小戏 是不是他也有两个系统下来的 是 近现代地方小戏形成这构成 因为现在很多 我们可以看形成的过程 再翻过来 31月 31月你看 我把它归纳出 六个形成的这个基础 以乡图歌舞为基础 以小型曲艺为歌处 以杂具为基础 以挪舞为基础 以小型我系为基础 以多元因素结尾为基础 我和各位说过这个小系的这个什么呢 是多元并起 有没有 那么多元并起 它为什么多元 因为它主体的元素不一样 这六种就是各自的主体元素 所以这九个主体元素 形成出来就不一样的地方小戏 好 第四章开始就怎么样 就进入大戏 我们巨种的观念 如果没有先有的话 你用小戏大戏 为什么要这样写 你前面有这个巨种的观念 有小戏大戏的这个分野 大戏运量形成的温床与推手 大戏 我们说要形成很难 所以运量的这个形成的温床和推手 宋元瓦斯国南 集集岳父书会考树 把这个重要的背景 说清楚 所以就我们分了四章来考树 第五章分四节 第五章 由地方小戏发展形成之大戏 地方小戏 那就是南取戏文之温延形成 与刘博考树 我们所谓的南取戏文 怎么发生的呢 是地方小戏发展出来 这个观念也是以前没有 而我们有前边的那一些 这个就自然 因此就南戏的名称 南戏的温延 南戏的行程 南戏的刘博分类 后边有从富林生树到永家杂句 这个来谈 以这两个来谈南取南戏之渊源 各位那个题目啊 有主题有副题 副题是未来怎么样 来帮助 帮助主题的 学术论文啊 是要清楚 南戏之渊源形成 刘博分派 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观点啊 但这个史的观点 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内涵呢 比如南戏的行程 有戏文戏曲 永家戏曲 这一些是和它行程有关系 南戏的刘博分派 从福建古剧在南戏朱枪剧种 朱枪剧种先就知道了吗 就是枪调剧种 所以枪调剧种 事实上是体制剧种怎么样 刘博产生出来 它的经过刘博产生出来 现在所谓传博学 我不喜欢用现在的一些名词 自己搞了一套 那么副论 这永家杂聚应成立于北宋考树 我觉得啊 新的资料 这个我发现的资料呢 这个永家杂聚 不只是南宋 一般传统的说法在南宋 它在北宋应当就可能了 可是我还没有十分的证据 我只能说从这个 我新的观点新的资料 这样的推测 所以用复论 复论就表示我有这个看法了 可是还不成熟 好 这是南曲细文 然后呢各位再看第六章 宋元南曲细文的体制规律 以唱法考树 那就是形成的这个南曲细文的一个巨种了 这个巨种是体制巨种 所以从体制巨种的体制规律 各方面去给它 来说明它的这个体制的种种现象 好 第七 由宫廷小戏发展形成之大事 各位 刚才是民间小戏发展成的 现在宫廷小戏 宫廷小戏是什么呢 别取杂聚之渊源形成 以流过考树 所以别取杂聚是由宫廷小戏发展 这个从来没有人说过 可是我们呢有前边的那些 是不是体系就很清楚啊 一个从民间的 一个从宫廷的 发展成为中国戏曲巨种里边的 长江大河那样的戏曲巨种的流派 所以考树的时候 还是别取之名称与渊源 我是从它名称 去考树它的原生发展的情况 北巨之行程 北巨成立之实地及其地位之确立 就从幺默到杂聚 北巨之流布 来附入 原怀之五首诗 原怀的五首诗里边 可以纠正啊 这个王国伟啊 他的这个原杂聚的分 断带分野的问题 这个是大陆一位学者写的 我把它呢 浓缩在改学 因为他 所以我说妇虏 也是这个妇虏 那别取杂聚体制规律之奄源与形成 把体制规律 它呢 是从前代慢慢这样 延伸 然而汇聚在一起的 不是一朝一夕的 所以他的奄言和形成 这一篇啊 是对别取杂聚啊 和上一篇对南起戏文体制规律啊 到目前为止是写的最 最精细的一个体制规律的考试 好 各位再看第三十三页 南系北巨都形成了 南系北巨是交化 以南系为母体产生明清传奇考处 所以明清传奇怎么来的 是不是在这标文告诉你清清楚楚啦 就是南北戏曲的交化 北巨杂聚南起戏文 而以什么为母体啊 以南系为母体 所以传奇是南系为母体的混血儿 同样呢 下边第十章 南系北巨之交化 以北巨为母体产生明清南杂聚 以短聚考速 所以南杂聚或者短聚的母体是什么呀 是北曲杂聚 同样是混血儿 也就是说生出来的南系北巨如果是像一个一男一女 那生出来的拿南系为母亲 北系为父亲的话 那生出来的儿女啊 混血儿 像父亲的就是南杂聚 像母亲的是什么呀 就是传奇 所以传奇啊 南杂聚这个基础概念是不是就很清楚啊 不会混乱 不会像你们现在读戏曲史读了半天 抓不住他在说什么 所以在这个传奇这里你看传奇之命意 传奇的命意是变化很多的 对学者戏文传奇分野说之伤怯 戏曲分野 南系变道传奇请问 是逐渐慢慢变的还是啪嚓就变过来啊 当然是慢慢变的 那么慢慢变的呢 我就提出了三话说 前往孙三世之说 这个这三个人的说法都想当然了 想到什么写什么 但是我说的是三话说 就是南系先 别曲画 文术画 昆山水谋调画 就变成了传奇了 北剧呢 就先文术画 然后南曲画 昆山水谋调画 所以南北戏曲的分野的差别啊 就是水比较先文术画 文术画就文人伸索进来 产生文人的这个格调气象 以前都是离俗性的 小戏时代都离俗性的 然后呢 北战剧就先文式画 可是南曲续文呢 先北曲画 那可见先北曲画 南系先北曲画 那是北战剧墙 还是南曲续文墙啊 北战剧墙 所以才会使什么 使南曲续文 北曲画 道理很简单 这两个的这个 这个强弱啊 从这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就三画里边 可是呢 这个南杂剧到后来 词户画 这个词户画 比文术画就更加怎么样 变成暗头了 不能演了 接着呢 你看这是体制剧种 对不对 前面说体制剧种 那说到腔调剧种 要不要把腔调说清楚啊 所以第十一章 我们在用腔调考树 你看腔调考树 有这么多问题哦 腔调是命意 从自然语言旋律 到人工语言旋律 过程以影响腔调之要素 腔调之载体 歌者如何运转载体 产生唱腔 促使腔调变化之缘故 腔调留过所产生之现象 所以各位看 这一篇东西是不是 学演乐都要读啊 学演乐都要读 然后第十二章 有了这个腔调 我们才能讨论到 明清重要腔系考树 你看我们考树了 多少个腔系啊 温州腔 海盐腔 鱼瑶腔 三十四页 一阳腔 四平腔 你看四平腔 是大家最弄不清楚的 一阳腔 与四平腔 有关系 我们先把它 文献上有关系 四平腔 原初 四平三收 就是望文生意 怎么一做三会 原初生腔调 山里面没住什么人啊 这就因为他不懂这个腔调一定 一个区域和一群人 对不对 那个山是一座山 而且这个座山全国 这个这么一个小山 还会原成腔调 这是可笑的看法 但是你看 尼死 尼倒多少人 不以虎献为名 这腔调 我的意思说 腔调不是以这个地名 以四平腔 名称类似之腔调 把这些名义 这边 八平四平之缩解 所以他是以那个 腔的那个 帮腔的高低 最高的是八平 又叫八运头 六运头 或者八六平 四运头 就是四平 是这样来的 从帮腔来的 各位要知道 我们中国的这个歌唱艺术 帮腔很重要 自古以来 这个占据的很重要地位 所以帮腔的不同形式 就会产生这个 这个变化很大的 一个腔调特性 像浙江那个吊腔 老师搞不清楚 为什么叫吊腔 本腔吊腔 后来吊腔 刘沙先生考树的 我觉得他太好了 他说是帮腔的方式 从这个帮腔的 比如说打古老的帮腔 接着他来领唱 接着有什么 有那个拉夫琴的 又接腔 他帮腔的这个形式 是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所以叫吊腔 这就清楚了 否则的话 你看民间起名字是 他想到什么 他觉得怎么样 那个命名 那没有记载 就搞不清楚了 还有 从坤山腔到坤据考树 为什么我要 这个特别说 从坤山腔到坤据考树 因为坤山水谋调是最怎么样 目前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坤山腔之产生 不要 如果各位读过我这个腔调的观念的话 会不会像现在坤曲队在那边打来打去说 八百年说 六百年说 四百年说 这都是可笑的 昆山只有八百年吗 那就是他不知道 腔调原生的道理 才会有这一些 魏良福就四百年 顾坚就六百年 顾坚之前 又有 又有什么 又加了 其实这都是错误的 所以水谋调之先生 也就是水谋调之前 像魏良福那么改革的人 其实不止一个啊 只是魏良福的怎么样 名气最大 所以说先生就是他 魏良福水谋调之创法 魏良福是用什么方式来把他这个水谋调创法出来 用他的唱腔 用他分析之音的方法 用他的行腔的艺术 好 三十五月 梁辰调以传奇之建立 昆季就是梁辰调算起 可是同时的人 张凤毅啊 我里边写了几个人 也是水的名气最大 梁辰调 我们喝酒的人那么多 超过我酒量的太多 可是你们曾老师就有 四九主义 五权献罚 饮酒八药 九品中正 理论没有一个人超过我 所以我就变党魁 做代表人物 我们check梁辰调 他也有他的歌唱艺术的 这个了不起的地方 他又有编剧 有他剧本做他后盾 梁辰调没有 所以梁辰调只是歌唱艺术 所以昆季的 这个建立 只好归于怎么样 梁辰调 一个这个什么呢 时代要转移风气 文起八代之衰的这个韩裔 柳中元为什么可以挂名领导 他们有理论 有没有作品 他们的作品是第几流的 第一流的 在这个什么韩裔 柳中元之前 有没有唱老鼓运动的人 好几个啊 可是他问题要没有什么 没有好作品 所以呢 其实他们是先生 他们老早在创 可是他没有好作品 韩裔 柳中元有 所以就有他 八代之后由他们开头了 好 接着帮子枪考树 帮子枪也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师大我知道的一个学生陈芳 他现在也是名教授 他写过这个帮子枪名义考试 就因为他上过我课九年 他知道从明汉义 明石的这个 他入手 所以他建构的这个名义的 帮子枪的名义的这个基础 写得相当 相当好 然后皮黄枪 皮黄枪 所以我们的这个枪调把古今 目前还存在的 重要枪调几乎都在讨论 尤其皮黄枪 众说分饮 众说分饮 那我们呢 其中最可信 最合乎 枪调原生的那个说法 就梳理开来 就通打了 皮黄枪 请问皮黄枪是单一圣枪 还是 还是这个 复合圣枪啊 复合圣枪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复合在一起呢 因为他们同源于帮子枪 所以这样兄弟 你们看过那个老虎狮子 还有豹 普通都是怎么样 各居三坨 我们常说一山荣布的梁府 但是 也有老虎的姊妹 三四只姊妹在一起 称霸地方 也有一个狮群 也有血缘关系 他们在一起 霸尾一样 所以他有这个 容易磨合 没有的呢 就是互相厮杀 各居三楼互相厮杀 西匹二皇 兄弟 正好可以互补有无 因为皮黄和西匹 调性并不一样 正好一个是书情性强 一种是什么 一个是比较高亢的 可以互补有 好 然后第十三章就 近现代地方腔调大戏剧种 进现代地方腔调大戏剧种形成与发展进入考树 这个也是我花了不少的时间把它整理出来的 从戏区序序里边还有我一个学生叫做他主要做小戏 这个大戏的部分是我处理 你看这个形成的进入 我由三个进入 发展的进入由四个进入 这一些系统刚刚抓住了 整个地方兴起那么复杂的东西 是不是就提纲切领了 就提纲切领 否则你说这个剧种那个剧种 你一辈子也激不住 所以学问就是把 无杂的没有系统建立提纲器切领的 然后从鸟看 从这个什么 去抓住它的直性 第十四 近现代戏曲 磁曲系曲牌底 以施战系本腔的亚俗推移考树 也就是由亚俗的观念 来看戏曲剧种 它发展 互补有无 互相影响的现象 你看这个呢 也是没有人这么写过 但是以亚俗的观念一下来 清楚了 所以我们明家境 注清汤系是戏曲亚俗推移 戏曲亚俗推移 已见家境间人住宿 也就是说家境人间已经知道 戏曲亚俗推移现象 那明万利至清汤系之间 公系就是亚 外系就是什么 就俗 同理往下看 清汤系间的公系 坤义之争衡 那么坤义 坤就亚 义就俗 可乾隆间的戏曲亚俗推移 坤经 坤是亚 经是俗 坤邦 经邦 你看经和邦 原来的经是在对坤来说是俗 可是经对邦来说 他又变雅了 慢慢的又变雅了 坤乱之亚俗 乱谈就是地方戏曲的代表 乾隆末之道光间是戏曲亚俗推移 坤徽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生命力很强很坚韧的 汉家打呢 其实他都挨打了 但是他就永远没有完全倒下去 是什么 坤曲 你看地方戏曲变化多少 都要和他打 所以 这个坤徽 然后加隆间坤徽继续亚俗推移 你看注意 道光间坤徽推移结果 促成皮房戏班成语 请问这时候的亚俗什么被打败了 亚的坤山墙被打败了 所以呢 皮王戏就出来了 所以皮王戏是俗的最后胜利 那坤徽当然是遍布全国 坤徽乱谈系还残喘的情况 乱谈也是残喘的情况 可是现在又去了 现在坤徽和这个经济又怎么样 又势尽力敌 所以 这个坤居啊 是了不起的东西 他能够贯穿 从这个 如果 从固间算起 那距离现在确实有六七百年 卫良福算起也有四百五十几五六十年 那 经济从道光皮王戏算起 多两百多年 所以这个坤居的这个 这个 生命的认立 那第十五章 因为戏曲里边 中国戏曲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角色的问题 我这个角色啊 是 全面关照以后 才下了结论 我相信 别的呢 没有论述 都单一的论述 生 但 分开来考数 不行的 那生诞节目头咋 是同俗角色 你当然要怎么样 全面的关照 找出他 角色的原理 我找出了角色的根源 就在四井口语 是从民间的这个语言里边 原生的 然而它变成圣诞节目 找到符号画 就是因为俗文学里边 我常说的 自行 就是审文 或者行进 写简体字叫审文 行进 就是行题怎么样 自行相接近 这样的一种变化产生 从因来说 是因同因进的而变 就这两个 把钥匙一切入 绝色的符号画的过程 圣诞节目头 杂的名义的根源 通通出现 通通出现 我一下好朋友 就从佛经 从有的没有找了一大堆 写到 我相信他写完了 自己都觉得 东拉西城 东拉西城 因为他没有正确的切入点 那么副论 前前决设论 竖评 就是在我之前的人 研究竖设 有多可笑的现象 收集的树品 好 各位再翻过来 第十六章 清代经济流派艺术的建构 经济的这个发展 事实上就是个流派艺术的发展 的形成发展 那流派艺术怎么样形成的呢 写的最好的就是中国经济史 但是我把它更建构的周园和完整 我把这个流派艺术的 你看看我们这个流派之名义 以过程之要件 这个要件 过程流派的要件 要说清楚 经济流派艺术建构 共同背景因素 经济流派艺术建构 基础为唱腔 这一点 就一般学者没留意了 基准是在唱腔 经济流派艺术 完成独特风格 与群统体风格之立场 那独特风格 还是个人的唱腔 所以四大名单的唱腔 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所以它基准不一样 就产生不一样 好 第十七章 昆据 经济 折子系的背景 成立以盛况考试 各位 昆据和经济的折子系 兴盛不兴盛啊 盛得不得了 那折子系是怎么来的呢 没有人把它说清楚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呢 是考察了非常仔细的 前言里边 折子系之名 始于中共建国之初 陆二廷对折子系之重要观点 学者和住者 对陆氏观点是商权 原来呢 这个陆二廷 这个被认为经典之错 但事实上它有好些呢 是有问题的 折子系名义考树 你看我为了考树这个名义 发的篇文 你们自己看看 然后第二章 折子系产生之背景 折子系之先驱以成形 你看 折子系的先驱 先秦之唐代之戏曲 小戏以宋经杂具 原本都是折子系的形式 从来没有人看出这一点 北杂具四则 每则做独立性之演出 也是折子系的形式 明清民间小戏 以南杂具之一则短剧 也是折子系 明正德之家境间 北剧南戏 选本之折套与散出 迎神赛设里边的灵折散出 都是折子系 折子系的根源是非常怎么样 非常丰沛的 折子系是星上情况 我从事方面去观察 它的星上情况 第十八 晚清以后戏曲聚种 是走向简术 就用简术 为什么 因为晚清以后写的人太多了 而且这个简单 资料也丰富 可是也不说 因此我就简单 晚清之戏曲改良 以五世之戏曲论章 1949年以来 大陆之戏曲走向 1959年来 台湾之经济走向 两岸之所谓 跨文化戏曲 就把这个 近现代的简约简术 列变一格 第十九 历代我系考术 那这个我系考术呢 我是分做三个阶段 一个百系这一段 傀儡系 傀儡系 就起源 第二 唐代以前 傀儡百系 这是百系阶段 水氏水傀儡 唐代之傀儡系 玄师傀儡 潘宁傀儡 那这个就进入收唱了 唐代了 仰宋之我系 傀儡系五种 影系有三种 是最发达的时代 影系之奄源形成呢 在宋代 更早没有 很奇怪 可是世上是 他是为了收唱 在唐代收唱是拿梦我来收唱 宋代是拿什么 影人来收唱 都说为收唱的道具 其实就这样 好 因为我是在台湾 所以最后呢 台湾系齐具种 于我系考树 这个是 因为 毕竟我在台湾 所以把它 台湾的情况也写一写 所以我们这个 最后总的结论 总的结论 所以我们这个 这是今年的课程 非常的复杂的 那是一种新的怎么样 系取这种骨干性的一种讲述 这种骨干性的讲述 是经过考树 而不是叙述 考树就是要 有文献资料 有文物资料 有这个什么呀 个人见解判断 这个 我大概只开这一年 所以希望各位 多用一点工 我才可以把我的 这一些都告诉各位 那今天发给各位的 这个讲义 你看 先秦至唐代 戏剧与戏剧小戏 剧目考树 五十几页 大概也有 四五万字吧 各位回去呢 先看一看 我们拿出里边的 一些文献资料 做立章 给各位讲授 为什么我们从这样资料 可以看出这样的东西 不同的类型 给各位 在路一段 否则这个把它念完 要念几个小时 那下礼拜 因为我有一出戏 叫蔡文姬昆剧 新编蔡文姬昆剧 要在12月8号9号10号 在新开幕的台湾戏曲中心演出四场 三天演出四场 我希望在座同学能去看看 昨天我去看彩排 演得很好 演得相当紧错 而且两个半小时 包括休息十五分钟 就演完了 这个也是我的主张 我不希望一出戏 演到三个小时 太长了 编曲的是桌秦教授 他是很道地的昆剧释迦传人 他的那个昆位很足 写剧本的是你们曾老师 有基本的学养和诗词曲的造诣 所以歌词绝不会比当今 任何一个剧作家写出来的差 这就是我的自信 也是吹牛 但是这个牛是绝对可以吹的 尤其我们对于昆曲巴黎 对不对 你们去看一看 看每一支曲子唱的 声音 浅词里边的一些特殊性 那么凡是我们的同学 都一律我请台湾戏曲学院八则优待 不是八则一代 对则优待 他呢这个 原来公布的是什么几八则七则 如果学生要二十个人为一个群体 才要卖 等于团体票才要卖对则 我说我特殊 凡是我的学生打我的招牌 都一律对折 所以你们可以 和你们的同学 乃至你的家人亲人也无所谓 没有人去查身份证的 就告诉佩馨 所以佩馨你把你的那个告诉他们 或者 都有信箱 就汇聚到他那边 等于登记 这个要多少张 那么佩馨 早一点的话呢 现在已经卖到网路上的那个登记 好像五六成了 那还有一个月 所以各位 及早订了 就请 请他们说 曾老师班上的学生 特别好一点的位置 好不好 他们说一说 这是向各位说 那我的戏啊 这个蔡文基啊 原来呢 是几年前 三年前吧 是北方昆剧院 就北京的北方昆剧院 还有签约要演的 他们一口气 还有签了两个月 一个是李湘军 后来李湘军演了 蔡文基呢 正要也要筹备了 可是他们又演出来一个 《红楼梦》 结果《红楼梦》啊 照台湾来演 我看根本不是昆剧 没有一支曲子呢 是昆腔 都味噪出来的 唱的没有一句是 昆腔的这个味道 所以我就吃饭的时候批评他们 结果惹了他们不高兴 说他们对我那么尊重 我居然呢 还批评他们 可是这个是非 艺术 我说你们是北方昆剧团啊 结果他偷偷拉拉不演 不演去年我们拿回来 去年呢我们台大为我办了一个学术会议 国际学术会议 本来去年就是台湾戏曲中心开幕要演出 拿这个要演出的 结果剧场出问题 偷偷偷到今年 可是呢这个你看这个戏不是多灾多烂吗 但是下礼拜 25号 郑州要锁演 郑州就是河南 那我要跟着剧团去啊 来做两个讲演 所以下礼拜我不能来上课 不能来上课 那我就请 我们在座的游书房游书校长 他呢当年 帮我做过小戏 的学术会议 和小戏的展演 露营这个制作 所以他对小戏很熟悉 所以下礼拜 游他先 各位先把这一篇 读一读 游老师 来给你们 放录影带 又讲讲各地方的小戏 大陆的地方小戏的类型 和台湾小戏的类型 这个等于是一个 比较活泼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们没有看过各地方小戏的 下个礼拜都有 所以我们下礼拜还照样上课 游老师来给各位主持 我们这个戏啊 接着要到台湾成功大学 要到海南岛 也要到厦门 我们也要到这个书桌 总共要演出十一场 这个蔡文姬 因此各位看的是 台北最好的剧场的真正所演 郑州和成功大学是软身 是等于是软身 所以希望各位啊 也都能够 反正半价 没有多少钱了嘛 也能为老师这个什么呢 推广一下 好 谢谢各位 下礼拜啊 就游老师 来给各位讲这个小戏 下礼拜